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7月27號 0.45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快速戰鬥這個怎麼推進陣型 我們看左上方這邊 戰旗沙盤 他這邊有說 這個地方 當玩家通過任意難度的第3層最終關卡的時候 在下一輪的戰旗沙盤第1第2層可使用快速推進 戰鬥將直接判定為勝利 無需進入戰鬥 所以說我們來試試看這是什麼樣子 那另外快速推進功能必須要通關主線副本 10-1 所以這個不要忘記了 那我現在進度是在11-28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這個推進陣型看看是怎麼樣的呈現 有沒有 這邊有個快速推進 那真的不錯 因為我想說如果快速推進的話 沒有獲得這個buff的話 那就完蛋了 一開始就有哈提的祝福 那這樣子真的是很佛心 我如果選擇左邊的話 我就不能打右邊的敵人 好吧 那我就選擇一個這個磨合吧 252K還不錯 快速推進 真的好方便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 部落 來來來中毒 這個打那個第3層的那個 那個三頭狗boss很有用 然後直接過關 真的超爽 這個我其實不是很懂 我對手的護盾效果 減50% 管他管他 反正我們把所有的buff拿到後面 這樣子一定是夠的 喔這樣子好舒服喔 這個邊緣意會喔 算了 我一個學好了 都選擇這個精英的怪物 這個獲得的資源多 然後 徽章的這個效果也比較好 爆傷 爆傷提升非常好 都選擇這個精英的守衛 然後 克制對手傷害增加 不錯喔 水喔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精英怪物 我們都選精英怪物 就是這麼單純 喔 我方英雄使用絕殺 5秒內持續恢復能量 那基本上就是喝的能量要 如果說血沒有損失太多的話 就喝的能量要有水 如果死人的話 就是復活 這樣子 連boss也是直接跳過 然後後排的英雄 攻擊暴擊增加 我的女王是站在後排嗎 哇那張推圖順了好多喔 要是建議員真的有這樣的功能 那就方便多了 玩那個小號 每次 推那個什麼 異界迷宮 每兩天就要 就要來一次 覺得好辛苦喔 這個 選哪一個 中甲類英雄 加速10秒鐘好了 好再來 好順喔 我不需要點說什麼 什麼直接開始 破五四魔這個也不錯 然後選這邊 假如真的沒有人選就選這個盒子吧 330喔 不錯喔 330等於打了 兩隻敵人耶 還不錯 好啦全體吸血啦 菁英怪在哪邊 菁英怪在左邊 這個是 自治龍靈 好吧 再點找菁英怪 這個遊戲就是菁英怪在哪邊的遊戲 命重力跟暴擊 布甲 傷害增加 都不錯耶 好啦好啦好啦 加點暴擊率好了 走中間 這個都普普通通 衝鋒陷陣 我到時候我的千顏會往裡面衝喔 哎唷 克拉肯 文章 這是我們的那個菁英怪的死神鍊刀 這個血跟能量一定是滿的 然後這個boss也是直接秒 喔這樣好快喔現在才過了快4分鐘喔 附加傷害 這個在菁英怪的效果不是很明顯 但沒關係啦 我們就選這個 然後記得要選右邊喔 當然是要選高風險的困難模式啦 好了 進來之後呢 就 這邊就應該是要乖乖打喔 那我們一樣喔 盡量走中間 走中間這樣子下一個地方 你左右邊才可以打喔 然後 我有一個金家的這個密斯特 就看一下喔 還是上個 好啦 許得拉好了 這樣我可以湊一個3加2的光環 哇能量全滿 因為有喝那個泉水喔 哇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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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開自動了 我有那個克拉肯文章喔如果敵方的血量少這個15%的時候 觸手play就會跑出來 直接把敵人收掉 唉唷 唉唷 不錯喔 未經有這個破五跟四魔文章了 看一下商人賣什麼東西 唉唷 唉唷 粉塵 粉塵好東西我要買 打折的粉塵當然要買喔 OK 只買粉塵 其他這個這個武器不需要 打7折 OK好 一樣喔 選擇精英怪 選擇精英怪 許得拉 哇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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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痛喔痛喔 還是危險耶 這樣子也不大行喔 我看沒有光盾還是蠻危險的 唉唷 因為對面也會有那個神器的傷害喔 然後許得拉的那個臉是白白的所以有時候這樣子眼鏡上晃過去覺得好像好像他掛掉一樣 OK那就打個洛迦吧 來 補師奶回來 哇女王開大火焰機再開大控一下 對嘛我希望看到這個這個女王開大的效果是這個樣子喔 傷害這麼猛烈 哇結果推那個什麼 消失的大幅副本 哇那個女王的傷害完全感覺不出來 所以那個那關我才覺得說怎麼怎麼敵人會會這麼強 我方半場沒有敵人的時候獲得極速 三頭狗在左邊對不對 所以我千萬不能選右邊 我一定要往左邊走 因為等一下我要去打三頭狗這隻boss 然後我不敢測試說如果說這個戰鬥酬籃會不會失敗啊 應該是不會啦 三頭狗跟那個劍遠征的那個 哥布林的邏輯應該是 如果說打輸的話 就 就不能再挑戰了 但是你戰鬥中 你如果說按下重來的話應該還是可以救 但是你就千萬不能輸就對了 就算你還有其他的角色可以上場 但是你只要輸掉之後就 就沒救了 就是 這一次的這個三頭狗挑戰機會就沒有了 好就這樣 他好像沒有特別說你只有一次挑戰機會 也許他有很多次挑戰機會 好 女王 哇 許德拉 我有那個克拉肯文章 所以他的血只要 只要 減到15%就夠了 喔 章魚手出來 有沒有 許德拉大招跟這個克拉肯文章 他大招是 他的招 大招是 招換出章魚出來嗎 看一下 呃 並沒有特別講 他是說是以致命的一擊 可是 可是他的鞭子是 是叫出章魚嗎 克拉肯 我這樣打真的很快 你看現在現在才7分鐘8分鐘 前面可以跳過那真的很快 如果是劍遠征的話 然後戰鬥加速 遊戲速度會加速的話 那這樣子打一次一階迷宮的話 我覺得時間至少省 因為前一兩層 真的是推進還蠻久的 這樣時間這真的可以省掉 我覺得是可以省掉三分之二 好然後 不知道選什麼就選能量泉水吧 這樣子開場的能量就是滿的 好 8分20秒 好 哎唷 對面有一個這個阿塔利亞 我忽然想到 稍等一下 阿塔利亞拉得過來嗎 看一下 拉 不對不對不對 你們先不要開自動 我看看 許德拉拉得過來阿塔利亞嗎 拉得過來 只是還是會叫出分身而已 所以他跟那個什麼 建議員真的阿塔利亞不一樣 阿塔利亞是開場 開場是百分之百無敵嘛 他會切進去嘛 所以那個 奈拉不可能拉得住這個 這個阿塔利亞 但是 這邊的那個 許德拉 奈拉是可以拉得住阿塔利亞 當然拉住他之後呢 他還 那個阿塔利亞 傑羅路爾 他還是會叫出分身出來 所以剛剛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許德拉拉過來之後 後面會有分身 可是不管怎麼樣呢 他還是拉得過來喔 哎唷 他說有人死掉 你可以用海拉之氣 就是艾亞之類的 但是我們已經打完了 就不需要了 好 這樣通關圖成功了 就 時間應該是真的省蠻多的吧 我覺得 我覺得推起來感覺 感覺就是很順喔 所以這個就是 你只要通關 這個通關前面一次 然後再下一次就可以使用這個 快速推進一二層 那當然啊 前提條件是你要過這個 主線進度的十之一 好那這個就是 快速推進的這個功能 然後 就簡單介紹 介紹一下做個紀錄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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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